Ayo what's up it's your boy Skip to my Lou 歡迎來到我的籃球頻道 那這一集呢是一個新的系列的開始 那這一個系列我把它叫做Ball Future 會介紹一些比較新的球員 那我個人比較奇怪 通常比較不會支持大家偏好的球隊 或者是球員 從2001年大家都支持胡人 但是我支持76人就可以看得出來 那在這個系列呢 我會比較想要介紹一些很有實力的黑馬球員 雖然他們現在可能還沒有被發掘 或者是還沒有打到全明星 或者是超級明星的等級 像三四年前的Damian Lillard 或者是Jimmy Butler 在公演的時候我就蠻喜歡他的 那這兩位球員呢 他們現在在NBA其實都打得蠻好的Butler 現在還在打冠軍戰 我真的是蠻為他們開心的 所以這個系列呢 也許啦 也可以看看就是 測試一下我的眼光到底怎麼樣 那今天的影片你們一定要看到最後 因為我在最後一刻啊 找到一個我覺得真的蠻酷的資料 會跟你們講 那這個系列Ball Future 第一集呢 我們要介紹這個球員 其實我也是蠻有點個人喜好 因為我去美國念高中的時候 是去Wisconsin州 那這個球員呢就是從那個州出來的 那如果去美國住過一段時間的話 其實他們每一個州的球隊都蠻有地緣性的 如果你是在那邊住一陣子啊 你一定會想要支持當地的球隊或是當地的球員 那麼今天我們就要來認識這個 來自Wisconsin州的白人年輕新秀 Tiler Hero 全名Tiler Christopher Hero 綽號Boy Wonder 少年奇蹟 Baby Goat Buckett 身高65吋196公分 195磅88公斤 2000年 1月20號出生於Wisconsin 威斯康星州的Milwaukee 高中就讀Greenfield Woodnall High School 大學在籃球名校Kentucky打了一年 就投入2019年的NBA選秀 第一輪第13孫位加入Miami熱國隊 最近入選了年度新秀第二隊 那現在是2020年的10月 他最近比較忙 正在努力想辦法拿NBA總冠軍當中 Tiler Hero是家裡三個男孩從的大哥 有兩個弟弟 Austin和Miles Hero 有一個嚴格的爸爸 Christopher Hero 和溫柔的媽媽 Jennifer 在Tiler Hero4歲的時候 爸爸帶他來到YMCA 當別的小孩都在安親中心做勞作和畫畫的時候呢 小Tiler則是自己偷偷地跑到了籃球場玩爽 一直以來Tiler都沒有學會游泳 因為他從來不想畫任何一個夏天在籃球場以外的地方 爸爸曾經是一個出色的籃球員 原本要去Florida State打球的他 直到十字任代斷了之後 瞬間結束了他的大學籃球夢 不過不管Chris自己的籃球路怎麼結束 他還是支持Tiler去追逐他的夢想 爸爸是他的籃球啟蒙導師 他們的關係呢 大概就是又愛又恨 超級嚴格的這種 那有多嚴格呢 Tiler回憶到 He used to push me so hard He never tell me good game or anything 他要求我到一個變態的程度 並且他從來都沒有對我說過好球之類的話 爸爸是Tiler國中的教練 雖然只有國一 Tiler在場上的時候呢 他是不被容許犯任何錯誤的 只要勉強的出手或者是防守慢一點呢 就會聽到他爸打吼 你還沒醒是不是 你什麼時候才要醒 是吼到臉紅的那一種吼 Tiler說 Those hard times I wonder if I could do anything right 我甚至懷疑到 我自己是不是從來沒有做對任何一件事情過 有一次爸爸和Tiler單挑 爸爸不斷的犯他歸並且開罵 你打球這麼軟 那麼soft 你是要打什麼籃球啊 後來Tiler實在氣不過 和他爸吵了起來 結果是他爸就叫他走路回家 不過當太陽下山的時候 爸爸還是開車去接Tiler 其實在Chris的心中深處 還是很在意這個兒子的 媽媽Jennifer常常和爸爸Chris吵架 因為這樣的教育 對Tiler hero來說實在是太嚴格了 爸爸回憶到 I was tough on him I wholeheartedly believe he's mentally strong because of it 我真的對他非常的嚴格 但我也相信因為這樣 Tiler的心理建設一定比一般人更強 如果說Tiler hero是有史以來被球迷最討厭的高中球員 可能一點都不誇張 在一個夏天安靜的週末 早上9點半 當Tiler hero打開家門看到的第一個畫面 紅色 到處都是紅色 原本綠色的草皮 原本白色的籬巴 後院全部都是紅色 數字上掛滿了衛生紙 車子上都是雞蛋 紅色的噴漆寫著 BBM Go Wisconsin 這一切都出自一個成年人的手 並且一定是來自當地Wisconsin的球迷 你以為這樣就結束了嗎 這只是開尾菜而已 如雪花般的信件 瘋狂的寄到Tiler hero的高中 Widnall High School 那個內容瘋狂到教練 必須妥善保管這些信 他不想讓Tiler看的 其中一封信是這樣寫的 我希望Tiler hero的腳能夠和NBA美星Gordon Hayward一樣 嚴重骨折 接下來是死亡的威脅 一開始只是在網路上面流傳 但是有一次Tiler hero在幫他的車子加油的時候 一個人走到他面前跟他說 Man I really hope you get hit by a truck 我希望有一天你被卡車撞死 以後Tiler hero能說什麼 他只是一個18歲的高中生而已 所以Tiler當下只能一笑自知並且離開現場 那那段時間Wisconsin的雞蛋突然多了一個新的家 在Tiler hero的家門他的車上 爛番茄就開始出現在他爸爸的卡車上面 媽媽非常擔心Tiler hero的人生安全 他甚至給這個18歲的大男孩門禁 10點以後不能去Happy Hours特價的餐廳吃宵夜 那到底是發生什麼事啊 一切都是因為Tiler hero在2016年 決定加入Wisconsin大學之後 過了一年改變了心意 加入了認為比較適合未來發展 相對更有曝光機會的Kentucky大學 這就是家裡紅色噴漆BBN的由來 Big Blue Nation代表Kentucky 這從那一天開始 每一場Tiler hero的比賽 都會有球迷帶著蛇的娃娃 頭上綁著Tiler的頭 暗喻Tiler hero是個奸詐小人 看板上寫的都是叛徒啊 背叛的字眼 之後的每一場比賽 Tiler hero不僅都要面對對方球迷的討厭 還有加上自家球迷的怨恨 但是也是因為這樣 每一場比賽都讓Tiler hero更強大 每投進一個後撤三分 Tiler會對對方的教練眨眼睛 完成一個高難度的上籃 Tiler會對著對方的整個板凳 露出牙齒的微笑 告訴他們 You better send in someone who can stop me or I'm gonna make you hate me even more 你們最好派一個能夠守住我的人來 不然你會更討厭我 Tiler hero場下是一個安靜的小孩 但是只要一到了球場上 這個就是他建立自信的方式 I like when people hate me I play better in those situations Tiler hero自己說我喜歡的人們討厭我 這樣我可以打得更好 Tiler hero雖然年輕 卻擁有無比的自信 越到關鍵的時候越不手軟 絕對不退縮 也許這個結果是因為那些球迷的磨練吧 來到南邊的籃球名校Kensaki 在這個學長隨便列幾個名字都很可怕的學校 Tiler hero第一年平均14分4.5籃板2.5助攻 並且是隊上唯一一位全部37場都先發的球員 Basketball Times雜誌評選為年度大一新生第一隊 Associated Press評選為東南聯盟SEC 最佳心願 我發現Tiler hero大學的時候其實數據沒有到那麼突出耶 他的評價是中上但是沒有到超級明星的等級 所有人都覺得Tiler hero只不過是另外一個在底線頭3分的白人而已 但是為什麼到NBA之後突然他吃了什麼藥 有時沒時就可以爆發一下呢 我找到一個資料我覺得他的觀點不錯 我跟大家分享 大學教練的第一個任務就是用任何的方式贏球 球員養成或者是培養最多只能放到第二 或者他第二個目標可能會是讓自己的子弟兵能夠在NBA第一輪被選到 因為大學最長也只有4年 還有一隊人打到一半直接跑去NBA選秀 再來說實在他們也沒有那麼多的時間去玩球員的養成遊戲 所以如果你在大學的專長是搶籃板和內線 那你可能4年都會再提升這兩項技能 如果你是射手那你可能就去提升命中率 或者是配合戰術跑空檔 如果是代球組織或運球過人可能就不關你的事 有的球員也許有很多的潛能 但是其實蠻不容易被開發的 拿Kentucky的校友現在熱活的隊友Ben Mardbao為例 在大學的時候Ben被定位為鞏固境區和搶籃板的常人 所以他大部分的時間都設定在第一位才能拿球 現在的Adbao增加了他的傳球視野 也可以代球過中場 我看過他在攻守轉換的時候還在中場背後運球 同時現在Ben可以不只防走進去 他可以防很多不同的位置 Tiler Hero大學時期一直以來都被設定為定點射手 和空手走位的角色 雖然他偶爾會開啟賽亞人模式 一次運球過掉一隊人並且得分 他比較少的進攻是由自己的運球創造的 大學時候的Tiler Hero三分命中率是沒有很突出的35.5% 其實罰球是一個蠻不錯的射手指標 Tiler Hero大學的罰球命中率則是高達94% 到了NBA 如果球隊看到一個球員的潛能 NBA其實有足夠的時間可以栽培他們 而且可以給球員比較大的空間發揮 Tiler Hero就展現了他的運球技巧 不只一次自己持球過人創造空檔的跳投 至於在隊友幫忙掩護黨人之下的接球投籃 則是他最擅長的拿手好戲 加上解讀防守和全場的視野其實不差 曾經在一場球賽打控球後衛結果拿了個大三元 還有12我其誰的態度 自己把自己跟同一個學校同樣升高 同樣在美國中部長大 同樣第一輪第13順位的Kentucky學長Devon Booker相比 設定為效仿的目標 最近NBA Bobble季後賽非常的精彩 Tiler Hero在季後賽目前每場比賽得分都是雙位數 入選年度新秀第二隊 上場的時間比入選第一隊的Kendrick Nunn還多 Tiler Hero也刷新了一些年輕人的紀錄 50年來分區冠軍戰新秀得分最高的37分 同時也是板凳出發的新秀季後賽的最高得分 還有20歲以下在季後賽得分第二高的紀錄 那這邊透露一下第一名是誰 Maggie Johnson20歲在1980年的NBA總冠軍賽 拿了42分 我覺得這也沒什麼好比的 因為這個數據這兩個人都非常的可怕 Tiler Hero的臂展6尺3吋 比他的身高6尺6吋少了一點 這個條件讓Tiler在NBA高強度的比賽中 防守會顯得比較弱勢一點 我覺得一個新秀在前兩三年其實很關鍵 因為如果第一年打得那麼好 所有的球隊一定都會研究怎麼破解這個球員 他的習慣他最拿手的東西 如果第二年被破解那我看就完完了 所以關鍵會是在這個新秀如何提升自己 讓自己更全面 不然其實彈花一現的那種流星球員 我們也不是沒看過 不過如果Tiler Hero跟Jimmy Butler是好兄弟的話 在成長和進步方面我就比較放心一點 因為JB只會一直督促這個小老弟 加上整個熱火的文化 我相信不只我 大家都非常期待Tiler Hero接下來的表現 Tiler Hero自己回憶起來說 能夠有現在的成績有很大一部分要歸空於當時選擇了Kentucky大學 從教練John Calipari身上學到了很多 其實哪有一個人會故意想要背叛當地的球員 只是Tiler Hero看到了他的未來 他知道自己在幹嘛 以後要走更長遠的路而已 從Tiler Hero的故事讓我一直思考一件事情 常常會有人因為別人說他的壞話或是一些不吉利的話 他們就一直放在心上 但是我蠻喜歡一個說法的就是 如果詛咒有用 那很多總統不就應該身顧或私能 不知道幾千幾萬遍呢 重點是如果一個人的心被這些話影響 會連帶著讓身旁的環境受影響 這樣不好的事情就會發生 所以其實如果不太在意這些其實好像也沒什麼 不然我看這些詛咒 Tiler Hero早就不知道去哪裡了不是嗎 對奇怪的話一笑自知 專注提升自己的能力 才是非常值得我們每一個人學習的地方 高中的時候去美國當交換學生一年 那我記得我當初知道我的技術家庭是在Wisconsin的時候 我馬上問我那個文化營的老師 我馬上問他們說 Wisconsin的籃球到底強不強 結果他們跟我講說 不會太弱 但是呢他們的美式足球比較強 然後他們其實黑人沒有很多 大部分都是白人 那我還想說 哇那就碰不到最強的了嘛 結果呢我去那邊的時候我發現那邊的白人真的超強的 又高又壯又超級準 技術都超好 我記得那個時候在打高中球隊的時候啊 要守那個白人 他們都在三分線外面大概兩三步的地方 直接完美的姿勢 拔起來跳投 空心 我想說到底要怎麼守 所以其實那一年 今天讓我也打破了一些我既有的觀念 就是白人的籃球一定比黑人弱 其實好像也不是這樣 我有一件Wisconsin大學的衣服在這邊 所以呢 如果啊 當時可能我在那邊念書 然後可能Tiler 他簽到Kentucky的時候 搞不好我會跟那些球迷一樣恨他 但我在想啊 也是因為那些球迷這麼的愛他 所以他當時會那麼恨他 不過我相信這些球迷呢 慢慢的也會來喜歡熱活的Tiler Hero了 因為他現在慢慢的越打越好嘛 那我現在非常喜歡熱活 因為 Wade啊和Butler他們的學校叫Market 在Milwaukee 那Tiler Hero又是從Wisconsin出來的 所以真的很希望 熱活今年能夠很順利一路的贏下去 那我今年年初買的Butler球衣 也沒有買錯 算是沒有看走眼啊 最後我找到了一個東西 我們先來聽一下這首歌 聽他在講什麼 欸他剛剛說什麼 Boy Wonder T Hero 對這個就是他高中的時候錄的饒舌歌 那這張專輯呢叫做 Before The Fame 總共有三首歌 那我把連結放在資訊欄裡面 我覺得真的是蠻酷的啦 那好不好聽你們自己決定好不好 但是我是覺得打籃球一定要配音樂的啊 對不對 You can't argue with that 最後 你們喜歡Tiler Hero嗎 你們覺得他有可能會變成很偉大的球員嗎 在底下留言讓我知道 希望我這個系列能夠越做越好 然後看球員的眼光也是一樣 被我選到的球員呢 希望之後他們都可以變成非常的厲害 那如果他們打不好的話就比較尷尬一點 其實也是蠻緊張的喔 不想要變成反指標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呢 請幫我多分享 然後按讚 訂閱 然後開啟小鈴鐺 按所有的通知 我會慢慢跟大家介紹我的所發掘的球員 我最近有發掘到一個 那他是左臉子 大概是這樣 我有空的話我會做 Alright that's it for me today I'll see you next time Peace